中国大陆导演王冲向来敢于挑战经典剧作 找寻新的剧场美学 被称为中国新浪潮戏剧的发起人 王冲这次改编剧作家易普生的作品群鬼2.0 深入中国官二代家庭看他们的腐败与沉沦 最特别的是他让演员在舞台上对着摄影机表演 他说这很像一场网路的视讯会议 在剧场的舞台上演员不对观众演出 而是面对着摄影机表演 然后投影在偌大的荧幕上 这是中国大陆新浪潮戏剧导演王冲的作品群鬼2.0 用自拍的方式呈现出创新的剧场美学 群鬼2.0它更像是一部YouTube的视频 也像是一个网络的Skype的一个视频的会议 那有很多这种演员直接对摄像头进行说话的这种感觉 那演员不需要再相互的交流 那直接对着镜头说 这是一种特别当代特别刺激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希望观众能和我们一起思考影像媒介和媒体 和当代人的交流方式这样的一个话题 改编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作品 巧妙的移植到中国的当代社会 王冲要透过作品深刻进入到中国官二代的家庭 那我们关注的肯定不是19世纪的挪威 我们关注的就是21世纪的当代中国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把所有的人名地名 所有的语境都移植到了当代中国 我们更多的关心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官二代的问题 就是官二代其实在中国大陆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然后他们已经成为了贫富差距和这种 就是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这个我们这个作品就是关注这样一群人 那二代呢虽然他们是为富不仁的一群人 他们拥有特权 但是呢他们本身也是悲剧的中心 那希望能够进入这么一个中国大陆 官二代的这么一个家庭 去关心他们的这个悲剧到底是什么 看看整个的家庭是如何沉沦和堕落的 执探艺朴生作品中的人性 王冲颠覆传统美学改编经典 用创新的剧场语言揭露出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 谢谢大家